当魔神不仅有大宝剑 还有蛇腹剑 甚至还玩起了枪斗术 带杆的锁链披风 还有恶魔翅膀 翅膀里还有温格尔的脸 难道不帅渣耍歪歪吗 今天带来的就是CCS铁魄系列最新作 魔神凯撒斯高 相比之前的铁魄系列各种超级系魔神 这魔神凯撒SKR的知名度可能要稍均一筹了 但是作为独立纪元魔神 这台魔神凯撒 采取了很多看起来帅气时髦的设定 一针一鞋的骷髅元素 让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设计 还有狂气十足的巨剑斩机 虽然除了激战登场之外 只有三集的OVA和漫画 依旧足够让观众体会到这台魔神另类的狂野之处 这次铁魄系列实体花 官方定价1580元 本期也会送出一颗同款模型来作为动态抽奖礼品 大家多多一切三连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来自地狱的魔神吧 模型包装一如既往采取了牛皮纸盒 线稿峰绘 在内部依旧是附属了一个彩印的腰峰 图案上带有一些类似镭射的效果 在背面也有印制大幅的气势铅笔素描稿 模型本体已经是进行了部分的拆分 和配件采取了多层吸塑进行了分包放置 玩家到手以后需要来进行基础结构的组装 肢体框架是当前状态 即便只是这样 这个分量也是来到了900多克 将近两斤关于合筋结构的使用体现 比如说脚底板 脚踝关节 膝盖部分的关节 胯部的关节 外路的后背结构 手肘关节 还有肩部关节都有清除体现 下料还是挺猛的 还原造型首先需要安装肩部装甲 肩甲内部因为球形关节捞槽是配置在内向的位置 安装的时候需要对准结构 向外侧实力 并不是特别方便安装 虽然说安装完毕之后非常紧实 但是目前样品 仅仅存在一点虚位 手掌部分除了一些固定造型的手之外 依旧附属了五指全壳动手 这次手指关节的几十度调校适中 没有出现因为漆面导致的或松或紧的情况 直接对应手腕部分的直中安插就可以了 接着来安装机体的头部 和大魔神魔神凯撒一样 头部类似展开的锐利花瓣造型 并且内部可以看到和骷髅号对接的结构 以及一些内层的机械结构细节 这次在魔神头部战机的设计方面 骷髅号会明显表现得更加复杂 首先战机形态下 整体轮廓类似一只小蝙蝠造型的骸骨 在涂装方面也采取了骨骼配色 在尾端有配置多个盆口 要实现对接形态的变形 首先需要针对单侧机形内折叠 来构成头骨的下额单元 而尺尖部分则向后方进行折叠收纳 因为采取了单边短卡损固定 这个地方会有机率出现拖出情况 需要注意一下 两侧都调整完毕之后 下额中心位置来进行对接合拢 中间带有小对接凹槽 但是需要让翅膀内收到位 才能够实现固定效果 最后肩脚前反 对接形态完成 底部可以看到一个矩形的凹槽 和头部内侧卡损来进行对接 完成骷髅号的搭载 安装完毕之后 感觉固定的并不是十分扎实 有点松松的 而且下额结构对接安插以后 因为中心小卡损咬合并不是很紧 很容易被撑出缝隙来 目前就是魔神凯撒斯高 没有搭载任何装备的纯素体形态了 虽然胸口部分还未搭载魔神标志性的红色单元 但是胸口部分依旧带有一定的细节刻画 金色的主题骷髅头 张扬的金色尖角和利牙 以及边缘伴随的装甲橙色叠缝 也挺好看的 如果要搭载窒息扳机到胸口 我们首先需要拔除胸口的金色骷髅头 目前采取了磁吸固定 在底部需要加装一个增高分件 才能给窒息扳机提供安装空间 骷髅头插灰装甲的时候 有高低两个位点可以选择 而这对窒息扳机手枪在搭载的时候 需要记得区分一下正反面 起伏结构粗陋比较明显的这面是正面 那么相比之下 表面结构相对平坦的这面是反面了 我们对应胸口增高分件 来把小枪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在造型方面 枪柄和中心的黑色图案 具现化成了一个恶魔的头部 虽说窒息扳机内层不仅附属了磁吸结构 但是出于造型轮廓考虑都没有做得太高 主要固定作用还是靠磁铁 所以安装完毕之后 会感觉固定的并不算是非常牢靠那种 虽然就算甩动也不会自然偷落 但是把玩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误触皮开分离的情况 而且对于手臂在进行可动的时候 也存在比较大的干涉 弯腰的时候下端枪口也会有一点底柱被顶起来的情况 不过磁铁的吸附力量还是够勉强维持造型的 就是需要时不时手动调整一下 胸口的窒息扳机弹元还是比较影响整体的把玩手感的 而当前形态就算是魔神凯撒斯高的一个基准形态了 在配色方面 魔神凯撒斯高采取了光泽漆面的整体黑色格调处理 四肢所谓的黑色铠甲部分 我个人感觉类似发色最深的灰 并没有采取动画中略带蓝调的处理 而像是上臂小腹大腿这种常见的银色配色位置 也是采取了比较暗的发色 这样的处理特点就是肢体部分带有更强的整体性 延贯性 但是反过来理解 肢体部分的段落感也会稍弱一些 需要有合适的光线加成才能看到明显区别 自然光的话整体都会显得比较暗 不如标准魔神配色对比那么清楚 而在外形方面看起来和前作大魔神凯撒斯分相似 抛开本身金甲部分的刀刃 腿部侧面的展开结构之外 在肢体部分的一些轮廓处理 包括一些颗线设计之类 其实两款并不相同 但是风格依旧是保持系列特性 带有复杂颗线的无线风格 磁膏这边一些夹缝可以看到一些隐藏机械细节 并且还给出了分色涂装强调 但是基础可动结构什么的倒是大差不差了 像是关节手感 联动设计配置都没有太大区别 除了熏口直系扳机会影响一些把玩体验之外 腰部弯折结构可以正常实现 同时在背部也附属了一些机械脊椎展开设计 但是这次弯腰的极限幅度会触发灯足点亮 我看了一下之前的大魔神凯撒 倒是没有类似情况出现 而除去这些基础结构表现之外 剩余的看点 全部在这次大量附属配件和武装方面 首先在头部的面向表现采取凯撒头的风格设计 面部和头罐的分配比例 包括着口罩在面部的高低占比 边缘细节可以看出和大魔神凯撒存在一些区别 这次脸部比较小 略带一点优胎感 在熏口金骷髅的底部是配置了模型的灯足核心 我们取下绝缘片之后 按动熏口顶端这份装甲就可以点亮头部灯足了 蓝色的双眼会被点亮 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并非是那种非常耀眼的状态 而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 骷髅号上的双眼并没有采取连接之后传递点亮的设计 所以开篇登场 头部四目反光的镜头就没法实现了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多附属一个额外后期形态的头雕 右眼在OVA第二集被迦兰破坏成了战损状态 而左眼采取了金色处理 则是和温格尔飞翼合体之后 力量觉醒的形态 灯光点当之后可以看到 即便只有一个灯源传递 因为采取了不同发色透明件 眼部也呈现了双色效果 并且战损眼部这边起伏结构表现得更加清楚了 只不过目前样品 战损脸部一侧基础器已经是涂到了没有破损的位置 而另外一侧基础器则是一点都没有设计 我感觉不是正确状态 而本体的武装相较于大魔神凯撒 这次手臂平撞关节不再紧的要死很难转动了 并且也能够独立拆分 来还原飞拳的结构设计 手臂背面都要推进喷口的设计 并且做了分色涂装强调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的结构 这次就没有再附属喷剑特效件去强调了 甚至连说明书上也没有提及手臂的拆分结构 而武器方面 魔神凯撒斯高采取了双人驾驶 针对即使海洞和针伤的特性 来操控枪刀不同武器的使用状态 首先我们先回到胸口的窒息扳机 拆机下来以后 记得把金色骷髅头回到初始状态 不然就很难看了 那么常规形态是一把小枪 通过前端拉伸出枪头 枪口部分带有银色涂装强调 并且在下方配置了小尺寸的近战刺刀 枪柄呈现为刀刃状态带有独立可动 尾端结构为独立分件 拽出来以后可以发现是窒息扳机的弹匣 并且针对子弹部分是做了涂装分色 而在手臂部分这些刀刃结构 其中就隐藏了替换弹匣 最长的这个可以抽出来 因为结构非常紧的 拔出来薛化些力气 这个替换弹匣的刀刃造型 是比手枪上子弹那个大一点 不过收纳子弹的地方就比较短了 这个尺寸就比较适合动画中窒息半计充当手辅的使用状态了 不过枪头比较厚 用可动手很难握持到位 使用握持手型又只能抓住枪头 适配手辅形态抓取不太合适 而针对动画中出现的双枪耍帅亮相POSE 模型专门给出了一个特殊角度的手腕关节加装转向 从而还原出手腕的特殊角度 虽然说替换完背之后有些角度限定 非观伤角度下手腕像骨折了一样 但是特定角度下看着还行 能考虑去还原这个动作还是挺周到的 而除了单体使用形态 窒息半计和支持组合形成为窒息战斧 但是单靠小卡榫和刺息稳定是不够的 这里我们需要借助一个连接框架 把双枪钉卡榫安装上去 第一步也是集成了握柄结构 针对原本枪柄上的刀刃结构 我们也需要进行替换 变钢成尺寸更大的负面结构 最后连接上斧头柄就可以了 正面看起来还不错 颇具攻击性 不过背面框架结构会出现比较大的镂空间隙 边缘位置也没有适配的严丝合缝 并且本身为了适配胸口造型 这两个手枪对接完毕之后也并非处于同一平面 框架对接卡榫也有角度 接着框架上也还是带有倾斜角度的 看来整体轮廓只是基于拼合面来做了对身考虑 强迫症可能会不太舒服了 窒息扳机是针上山用的武器 而海洞擅长的装备则是牙斩刀 这次牙斩刀的尺寸非常巨大 标准形态长度已经超过了30厘米 比本体还要高 造型看起来非常霸气 在不使用形态下也是给出背负设计 我们取下刀柄上的圆形盖板 然后在上面可以安装上一个多阶关节的机械臂 后背部分有一个隐藏盖板可以打开 通过对接就可以把牙斩刀背负到身后了 作为大刀无非就是各种斩击了 不过默认刀柄长度如果双手握持 握柄长度两手间距 双臂的内白角度加上一些结构干涉因素 很难握持上去 而如果单手握刀 手腕关节支撑大刀重量 又有点力不冲心 为了方便摆造型 我是直接把长锦束杆换到大刀上了 类似斩马刀的形态 因为刀刃尺寸足够矩形了 看起来倒是没什么违和感 不过这个牙斩刀看起来是大刀 但实际上这次是充当了剑翘的作用 我们打开侧面的剑刺 里面居然隐藏了一把一段一段的蛇腹剑 刀刃部分是带有一些碎裂风格的滑纹 刀柄上还有绿带恶魔风格的牛头形象 看起来感觉还不错 就是出于本身牙斩刀的长度限制 蛇腹剑收纳其中 没法做出高于牙斩刀的长度 而同时收纳形态的蛇腹剑也没有实现柔韧效果 是固定的 而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模型内部还附属了一个尺寸更长的刀刃 安装上握柄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而且这个刀刃是可以弯折的了 可以实现蛇腹剑的一些独特的挥刀形态 这个味道就对了 而且也本身提供了多个金属握柄 就算是不可动的蛇腹剑 也可以接上长握柄来充当长枪 而且足够实现武器双持形态 总共两个手握武器 一长一短两个扁倒是够用了 不过这蛇腹剑收纳在压斩刀里的时候 除了侧面的金色剑刺起到固定效果之外 在内部并没有任何的锁定机构 所以这蛇腹剑在收纳形态的时候 内部会感觉存在一定的虚伪空档 结构表现不够稳定 而除了双人的标志性武器之外 就是后期和魔神凯撒斯高对接的温格尔之一了 出合之后 我们也需要针对尾哥的刀刃尾仪和翅膀来进行对接换源 底部球关的尾翼还好 但是顶部的翅膀单元连接 安装真的是变态紧 不花点劲你是真整不进去 体验很糟糕 但是怼完第一次以后 下次就容易很多了 支撑效果也还可以 和后背对接以后就可以完成搭载状态了 现在重量是来到了1300多克 虽然尺寸不小 背包也有一点合金部件 但是这次腰部支撑翅膀 是没有大魔神凯撒那么困难的 还是可以固定的 背包翅膀也进行了一定的魔改设计 在保持仿身轮廓的基础之上 细节部分又采取了一定棱角化的机械处理 这个思路和斩行斧针盖塔列四 但是看起来要繁琐很多 而且不仅如此 背包底部还有一个隐藏机关 下拉之后内部居然还有温格尔的脸 约等于买一送一了 不过温格尔翅膀分离的是头部飞翼 和作为后裙摆的灰烬防御者 这怎么连头也下来了 这什么回路啊 而在可动方面 翅膀除了背包关节可以前后摆动 前后旋转之外 翅膀根部还可以上下摆动 并且整个翅膀采取了四片分件层叠处理 可以实现更大幅度的翅膀展开 全开状态下还是非常帅气的 在中段还提供了一个外拉结构 展开之后可以让翅膀中段在水平角度还能稍作弯折 在背包底部带有一个隐藏的展开盖板 打开之后除了一点散热细节之外 内部还隐藏了一个大尺寸的金属装 这个装可以和长尺寸的蛇腹剑连接 放在身后来充当为一条刀刃尾巴 那么配合上翅膀更像是一只恶魔了 你们就是地狱 当翅膀对接完畅之后 魔神凯撒斯高尔力量再次升级 胸口的窒息扳机模块可以释放技能地狱烈焰 针对这个单元又提供一个单独的灯组系统 而同时还有一个烈焰特号件 我们组装之后把之前胸口的金色骷髅单元全部拆除下来 安装上新的灯组 按动开关 烈焰特效价就被点亮了 是一个非常猙獰的骷髅叙事待发 看着像是某种原类 起伏结构层次细节非常丰富 熊孩子看了会大小便试镜那种 我还喜欢 相比地狱烈焰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什么冥界的什么什么不愿 不过灯珠全部钳制 像是后面这些火焰就没法实现照亮效果了 另外灯组单元又给出一对腹部装甲衔接 但是前端还是会露出一部分的灯组框架 侧面看还是挺显眼的 而作为超级技 怎么能没有登场时候神秘帅气的破烂披风呢 破烂 帅气 这次魔神凯撒也有提供 不过安装相比之下就繁琐很多了 我们首先需要针对大披风来进行组装 披风单元是被拆分成了多个部件 锁链结构什么的 我们都要连接到披风的领口单元 这里除了环形的锁链结构之外 下坠的锁链要区分一下长短 有三条锁链要对击到上层单元 而领口的底层需要针对下摆结构 进行左右结构的区分安装 每一片布料分件安装手感都比较紧 第一次也需要花些力气 接着把头部拆卸下来 在底部有一层一领装甲也需要拆卸下来 这个地方是采取了磁吸进行的固定 比较方便 如果胸前有支吸扮机 需要拆下来以后先腾出地方边缘操作 底层结构对应磁吸结构来进行吸附安装 当覆盖上分件以后 原来胸口灯组开关就没法正常开启了 会被挡住 这个时候当然不是要靠弯腰半开灯 我们就只能通过拿出胸口灯组 手动开启后再撞回胸部 影响到不是很大 顶层围巾锁链单元通过柱形卡榫层底安装 锁链式软胶分件 如果不附贴会出现长脸的情况 可以用热水泡一泡调整一下形状 顶底结构全部安装完毕之后 再俩安装回扳机就可以了 而在手腕部分也配置有断开的枷锁 安装的时候需要针对腕部的装甲来进行替换 才有锁链的接口 到此披风和锁链就已经全部配置完毕了 额外针对牙斩刀也给出了尾端替换件 用来安装锁链迎合本体风格 这个组合步骤还是挺多的 像我这种懒人就感觉比较麻烦 不过不得不承认 超级细 有了这层坡部加成才是那个味儿 挣脱甲锁的地狱试者勾进 而经过黑阵盖塔 刚把斯塔的围巾抖篷经验 这次抖篷分件在整体造型和破损缺口的细节表现也很成熟 虽然锁链连接位置为球形关节 布料分件也是采取了球形凹槽和轴形结构安装 但是对肢体部分的可动干涉依旧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还要摆造型的话 那就只能见缝插身了 做一些稍微简单一点的动作还是没啥问题的 和张扬的大翅膀形态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而最后地台没有太多变化 也是换了一下正面的洛贝烟花 就不去赘述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出现更便于调节角度的设计 毕竟本体分量很重 每次调节起来真的是非常麻烦 现在CCS铁破的魔神系列已经出了多款了 能看得出来在保留系列统一风格的同时 有再去针对集体特性进行一些特色化的设计 或者是特别的强调 或者是魔改 今天这款魔神凯撒斯高 根据集体的原本设计 也带来了和大魔神凯撒截然不同的玩法 骷髅号的变形 战损头雕 胸口多形态的窒息扳机 张扬夸张的地狱烈焰 硕大的牙斩刀 内部隐藏的蛇腹剑 甚至是隐藏了温格尔脑袋的温格尔飞翼 可以玩的东西确实是非常多 我感觉即便是对魔神系列不感冒 又或者是对魔神凯撒斯高没什么了解 单以模型玩具的角度来看 依旧有很多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看目前样品完成度应该是大获水准了 即便狡不掩鱼吧 我感觉还有一些细节表现 仍旧有调整的空间 比如说肩甲安装完毕之后的轻微蓄位 压斩道内部蛇腹剑的收纳稳定性 窒息扳机对接的稳定性 组合窒息战斧之后框架的正反观感的完整度等等 毕竟SKR比较冷门嘛 周边也不多 很多玩家都希望可以出现最完美的一台 对吧 以上就本期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记本期有同款的魔神凯撒斯高一盒作为礼品 大家多多一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